今天就是十五月十四日 又再回到這個農場看看 到底經過六個月時間 用鴉燦低碳龍法來改造之後 病患比較嚴重的榴槤樹 又有什麼改變呢? 這波這樣的東西 脫皮脫骨的 脫皮脫骨的 完全應該是收工的 一般這樣的情況 出一塊葉給你 都偷笑了 不是呀 打果 聽不聽到? 打完果 如果不救她的話 多兩年就是這樣 你說是不是浪費? 是呀 看現在 夠生了 這個牆 病患嚴重的榴槤樹也挺多 像這棵一樣 未夠之前 葉子都差不多沒有了 現在是生了 照樣打果 好啊 這次起碼給你二、三十顆 你保本 多兩年 養好樹 一次起碼給你百幾顆榴槤 有機種植呢 你說它難 又不是很難 你說它容易 又不是很容易 其實最困難的 就是要徹底 將你固有的思維改變它 因為有機種植的理論基礎 和化學農業是完全兩回事 它是一個系統來的 並不是你想像中 我用些菌 用些有機肥 對到田裡 或者噴一下它 就搞定的一件事 第一關你要過的 就是土壤改良 很辛苦的 你會投入很多資金 人力、物力、時間 沒有快資格 誰叫你那塊地 中了毒 當你養好地之後 這樣就不同了 70%的土壤病害 就會在你眼前消失 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這次的示範 你就知道了 另外30%是飛來的東西 菌害、蟲害 那你又要有辦法 把它解決才行 要不然 它一晚可以吃光你的葉 不要幻想 飛來的時間 真是灸光這些東西 你絕對不是幸運那個 作為一個農民 我們最重要的 種出來的東西 是可以賣的 你怎樣吹到它有機 天下無敵 又說不下農藥 又說不用花肥 但是呢 一開的榴槤出來 就整條蟲 一聲地走出來 那你 找誰買 這次的示範呢 還有兩三個星期左右 第一層花打的果 就應該有得收成了 到底 阿餐低碳龍法 有沒有辦法 搞定這些病蟲害呢 訂閱餐神農場 繼續追蹤 等等等等 哎呀 這個榴槤的示範呢 其實就2022年4月開始拍的了 如果沒看過以前的片 不妨就在餐神農場那裡 找回來看